7点31分早安气象时间 金融年祝福大家 Money 龙武村 今天是大年初一 很多观众朋友们 一定会出外来走春 那么您的衣服 外套 就要多穿几件了 因为带大家来看 今天来说清晨的最低温 包含在连江以及金门 有达到8度以下之外 平地地区包含淡水 观音以及新风 还有台北 南港都有9度的低温 感受上是比较冷的 那么另外气象数也持续的 针对了低温特报来发布 一共是有12个县市 您可以看到包含在基隆 以及彰化南投宜兰的地方 都有这样子的低温 还有新北 台北 桃园 都有非常寒冷 亮起了橙色的灯号 那么除了说在低温的特报之外 我们也要来关注的是 今天来说北台湾整天的温度 都会偏低 10到12度之外 在其他地区西半部以及宜兰 11到13度 中南部地区也是带有16 以及14度的低温 一定要做好保暖 而我们再从一周的温度图来看 会更清楚 您会发现说今天来讲 整天偏低之外 特别流星的就是在初二的时候 不受冷却的影响 到时候在西半部以及宜兰 会有清晨低温8到10度 要做好保暖之外 滑东地区的低温13到14度 感受上也都会比较冷 不过虽然说天气变冷了 但是在整体的定量降水预报图 您会发现从今天开始 其实温度以及水量 都是慢慢的在减少 今天来说只剩下东部地区 以及在一些横春半岛 有雨之外 一天还会比一天还要低 那么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春节年假的天气重点了 特别注意的 除了初三就是会转为干冷之外 中南部以及西半部 到时候温差会大超过10度 初四初五之后 温度才会渐渐的回升 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之外 在这几天来说 温度的变化都会比较大 希望大家金融年 都卖干吗 以上是今这一次的气象资讯 三个月 三个月